有一名16岁的伊朗少女一次因为没有带头巾 在搭地铁的时候被道德警察痛欧昏迷 那伊朗官方和地铁公司都否认施暴 还公布了一次剪辑过的影片 声称这一名少女是因为血压过低才昏倒的 但人权团体是要求地铁公司要公布车厢内的画面 16岁的伊朗少女阿米塔被一起搭乘地铁的朋友 从地铁上抬了出来 据传他因为在首都德黑兰搭乘地铁时 没有遵守佩戴头巾规定被道德警察盘查 更遭到殴打到昏迷 目前还在医院观察 但事后德黑兰地铁公司公布一段疑似 经过剪辑没有车厢内的影片 并且声称阿米塔因血压过低 才在车厢内突然晕倒 坚决否认这起事件是肢体冲突 伊朗官媒甚至播出阿米塔父母的受访画面 他们表示女儿并非受到攻击 不过库德人权非政府组织表示 是因为伊朗当局对阿米塔父母施压 强迫他们说出这番话 更指出当时医院有高层官员 在现场监视他们受访 更禁止阿米塔的父母 在社群媒体上散布她的照片 或与人权组织交谈 阿米塔的遭遇也让外界担忧 她可能布上伊朗库德族女子艾米尼的后尘 去年九月艾米尼因为涉嫌违反 佩戴投金规定 在遭道德警察关押期间死亡 引发国内及各国民众 排山倒海的抗议 控诉道德警察滥权 时间长达数月之久 艾米尼逝世已满一年 伊朗使用暴力镇压 当时近六百名抗议民众死亡 部分遭伊朗处决 尽管伊朗道德警察一度暂停 在街上巡逻 但今年七月中旬又恢复巡逻任务 强迫伊朗女性遵守伊斯兰衣着规定 如果发现违反未佩戴投金的女性 会先进行警告 如果人不遵守将采取法律行动 公时新闻沈陆沛编译